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时参加我们的Chain Breaker周五的直播 然后本期呢是我们联合练文的研究总监潘志胸 然后连接区块先生Miss Brock Chris 以及Wing Crypto这边会围绕聊聊那些黑客话题 这一热点展开深度的讨论 然后上周呢DeFi世界 其实大家都知道Polly被盗了差不多六亿 然后Neer也被攻击了 然后各种事件呢 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就会对这些事件一一回顾 然后的话呢在此提醒大家 本期提到的各个项目以及代币等等 都不作为我们投资的建议 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感谢 嘿大家好我是Chris 我是去外先生的那个Founder 然后呢我每周都会做这种Crypto的直播 然后一周会做三到四集 然后也进行很多项目的Telegram 所以呢其实从19年到现在呢 我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各种的攻击 像是比较知名的那种闪电带 到这种多签钱包 到这种就是这种比较是特殊的攻击 然后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漏洞存在 到还有这种自己到自己的这种 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经验 这样子 谢谢Chris 我是练文的潘志雄 对平时我就是其实也玩非常多DeFi的项目 对吧参与挖矿啊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运气比较好的 目前还没有被wreck的过 就是没有被这个被遭受过这种攻击的事件 但是呢我们的确整个DeFi世界都被这些 无论是闪电带啊 还是这个智能合约的漏洞啊 都都遭受着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些影响 不仅这些了 因为DeFi它的复杂度随着积木的这个数量在增多 就是我们不仅能看到我刚提到那两种 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你的上下游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你的这个预言机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对吧 就是和你相关的这些业务方产生 和你相关的这些DeFi的这些层级的应用都发生了问题 其实你这边也会这个产生一些问题 就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上周最重要最最重大的一个事故呢 就是这个Poly Network跨链中出现的这个问题 但最早其实并不是Poly发现的问题 而是大家发现了这个O3的这个资金池 挖矿的资金池 大量的资金 几乎所有的资金全部被转移出去 转移到这个三个特定的一些地址 然后大家才去 才去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去找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个资金都被转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大家才发现原来是O3协议用的这个跨链的这个组件 叫Poly Network 它被这个黑客这个攻击了 对吧 然后就导致O3这个这个这个他们的一个资金池 所有的资金池全部被榨干 全部被拿出去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可组合性其实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些风险的 对吧 就像这个Poly这些事 那除了Poly之外呢 我觉得还有几个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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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事情啊 一个是Sort chain 最近也是遭遇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包括他们有被攻击过三次 对 他们这个合约也被 这个攻击者呢 也去做钓鱼事件 做了一些钓鱼 然后有些人又会 又损失了一些这个Sort chain的一些代币 对 他们合约层面可能留下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 最近还有一件就是这个Near上 Near就供电上 Near供电尼尔上的一个这个这个Ref Finance 也有些小问题 对也被攻击了一些几百万美元吧 好像我印象中 当然还有一些正面的事情就特别有意思 最近也有一件就是这个Stable Magnet 之前在那个BSC上的一个协议 他们 他们是这个有人恶意留了个漏洞 对 留个后门 然后这个把用户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资产给给骗走了 但是呢 这个后面又经过英国警方的这个追查 把把大部分的这个资金就就又又截留了下来 对就就经英国警方直接找到了这些人 然后呢 从他们的这个据说是优盘里面找到了这些以太坊的这个东西 然后现在其实这个英国警方留了这些资产 但是不知道受害者是谁 所以所以现在英国警 就是所有的受害者 其实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英国警方的这个一个渠道来联系到 并且去提供证据 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这个申领到这个原来的这个资产了 我不知道Chris你有被这三个协议影响到吗 嗯 其实我也 运气蛮好的 就是 也没有被攻击过 那可能是因为我 我长期在curve里面 所以我通常没有到 就是在项目 对那 有些我 碰过的项目 但是正好 躲过了 像是这个 比较特别一点 像through combo的这个 攻击 其实就蛮 比较恐怖一点 因为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攻击啊 它都可能是 OK 可能是闪电带 或者有可能是 这个像thorchain是留了一个 也不是说留了一个 就是他们可能这个功能当时觉得不会有 有问题 但结果出现问题了 我刚刚有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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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or所写的这个 Twitter有推在 群里面 那through combo那时候攻击是 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流动性者会受到攻击 就是比如说你在里面提供流动性 然后呢 你在攻击被攻击的时候还待在里面 那这样子就逃不走 那through combo那一次的攻击呢 是说 诶 你的钱包只要授权了 使用它 因为它本身是没有任何TBL的嘛 它作为一个比较算是一个 strategy 一个策略的一个工具 但是你必须就是authorize 就是呢 让它用这个合约 对 然后呢 当然细节更深 但简单来讲呢 就是呢 攻击者呢 能用这个有授权给他的这些人的地址里面的钱 所以基本上呢 它就转走了各种代表 那这个是我觉得说 攻击里面最恐怖的一种 就是呢 你可能本来就只是用一个这个 然后呢 没有放多少钱 但是你在无意间呢 授权了它 那为什么我突然讲这个啊 是因为呢 我认为在座的 或是所有听众啊 可能都有用过这个DeFi的合约 就是诶 授权 然后呢 OK YES 然后呢 寄钱过去 一开始用的时候呢 可能还要小心 后来用久了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了 但其实呢 大多数时间就连大多数的开发者 甚至于不会去做 确认所谓 他现在审计的这件 这个准备要 authorize用的这个合约是做什么的 有时候就觉得 这就简单的这个功能 这样子 当然 这个Fru Combo团队不是 不是也就是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一开始 不然他们不会受到这攻击 后来他们也马上patch了这个问题哦 但这就让我们意识到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一个这个 这个合约的时候 常常会听到一个字就 Abit 什么 YOLO 或者FOMO 这几个字就是 赶快冲进去 不冲 就惨了 那可能一开始就觉得说 冲个几千美金 或几万美金 不同人可能会 试不同的金额 但没想到 现在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可能你没试多少金额 但对方拥有 你这个 这个contract后呢 可能就可以 到你的资金哦 这样 然后呢 这也是为什么很重要 就是可能 要把一些这个authorized的这个spend limit 做调整 比如说可能只能spend多少 那不用在这边特别的send gas fee 或是说呢 已经没有用的这个defi的protocol呢 你可以就直接把这个authorized的 这个同意的这些 功能呢 全部把它取消掉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能被后面任意的去使用 你的这个钱包里的资金 尤其是特定authorized的代币哦 对 所以我 因为我曾经有在直播里面 介绍过这个项目 然后呢 就是我那时候觉得 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工具 怎么可能会被攻击 结果真的被攻击 然后就挺压抑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thorchain了 那thorchain我也算是很早期就介绍这项目 19年介绍到现在 那但是我本身并没有在它里面提供流动性 所以呢 就是也正好就是没有 这部分没有受到 我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thorchain这个攻击呢 是另外我想提醒 刚提醒的是这个authorized这些合约 另外我想提醒的就是thorchain这个 就告诉我们说 大部分开发者不像大家就是想象的 就是好像很神一样 就是什么东西都知道 其实大部分的开发者也就像投机客一样 我们投机进来 然后呢去买特种币嘛 然后呢就为了想要赶快赚钱 很多开发者呢会投机 然后就是赶快fork一个合约 赶快看一看 可以用了就丢出去了 并不会更细的去想 所以有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test cases啊 怎么样的可能攻击可能性 那thorchain这个呢 就他们漏掉的这一个环节 这个就觉得说 好像不会有人靠这个function 然后呢来导致他们资金去被盗走 结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了 然后呢这个就被攻击了嘛 所以这就提醒大家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到有多少次的神迹呢 它不一定是多安全的 对但是比较安全的 可能就还是像是那种很大型的 像Ave Curve Compound 对所以 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 就有时候我们看这些高年化率啊 就是比如说几百%几百%几百% 其实年化率都很虚伪的 因为可能你挖个两三个月 挖两三个月安全已经算不错 但是可能两三个月它币价就暴跌 不然就是它直接被攻击 那我们刚刚讲这几个攻击 都是很知名的一些事情 其实没被爆出来的还有更多 所以说其实你搞不好 连挖都还没挖到 连10%都还没赚到 钱就被盗走了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还是选那种 比较稳定的一些辞职 或是合约相对的简单的这种 就是这种 英文叫battle tested contract 像uniswap这种contract 像curve这种contract 这种wankon contract 通常都比较battle tested 就不太可能受攻击 对 大概就是我的一些看法 对 其实就是像这个 当然我觉得对用户而言啊 和对这些这个协议方而言 其实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 而不是这个做以代币 对吧 就等着黑客来攻击你 对吧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在poly network和sort chain 出事之后 他们都很积极的做了一件事情 就虽然他们之前都有过安全审计 我忘了poly和sort chain有没有做 但大多数defi协议 现在还是挺讲究这个的 对吧 所以对于一个这个怎么说呢 defi协议而言 这个一到两家的安全审计 可能还是挺有必要的 对吧 因为他可能会帮你躺掉一些 大家常见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协议而言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但第二点呢 就是对于协议而言 说还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在poly和sort chain 这个出事之后 他们呢 就找了那个immuify 做这个bug bounty 就是做这个漏洞赏金计划 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这些协议 在在上市上线正式网之前 其实还是会在测试网 做一些测试的 但测试网的问题呢 是他是没有经济激励的 你在上面去再怎么测试呢 这些黑客其实就算他发现你漏洞 他也没有兴趣来来来来攻击你 或者是是来告诉开发者 但是呢 随着这些漏洞的这个机 随着你这个资金的上了正式网之后 你的资金的积累之后 这个黑客可能就开始有有有兴趣 对吧 我可以通过你这个 里面可以去 这个这个搞到很多很多 非常资金量非常大的这个资金 包括这个poly也是嘛 对吧 poly是目前为止 defi史上这个最 这个收攻击 就是怎么说呢 就损失最大的一次这个 呃 被攻击事件 对 他应该是排第一的 他比第二名甚至要多个十倍 对 就是poly这样的一件事 所以呢 他们其实是可以 就对于一个新的协议 他们是有能力去 或者可以这么做了 就是去找immunify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或者自己做也行 对吧 去做一些这个漏洞赏金计划 在这个测试网 或者是主网的早期阶段呢 就可以给这些白帽黑客 白帽去分发一些 他们的这个做一些非常大的激励 如果你能找到我这个协议的漏洞呢 我就我就将上你几十万美元 或者几万美元 各种各样级别 这当然是随着协议的大小 他可以做不同大小的这个 这个漏洞赏金的这个计划 对 随着协议增大 你也可以这个增加你的这个漏洞赏金 让这个让白帽更有更有更有动力 来发现这些问题 对吧 那你发现这些问题呢 那可以就方泛于未然嘛 也不是这个被黑客攻击来损失钱 这这反而重要多 对 所以这个 这是对于这个协议方而言的 那对于用户而言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对吧 虽然这个这个像Poly啊 或者说欠早期 他的确可能能提供比较好的回报 但是用户还是要做好一些觉悟的 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 呃更安全稳妥 用户的风险偏好是不同的 但是对于普通 你没有这么大风险偏好的这个用户来 而言的话 可能这个你的这个安全审计 你还是要看 对吧 然后呢 你的资产肯定也是需要有一些分散度的 不能把大量的资金放在同一个协议里面 那一个协议被盖掉 那影响你的程度实在太太严重了 对吧 还可以做些分散的事情 同时呢 还是要要很清楚 DeFi还是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 呃 能像UNISWAP 能像CURB 能像Compound 能像RWAVE这种 能经过长时间测试的协议 没有这么多 也可能只有 现在也可能只有这几个协议 这个能经过一个非常大量的这个测试 他已经非常的这个安全了 但其他协议呢 都还是非常早期 他们如果要新功能 可能就是 会有一些这个潜在的风险 所以这个 要很清楚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 对 如果是 呃 新协议 你觉得承受不了这个这个黑客 被攻击的风险 我觉得可以 不要去去轻易的尝试 这些新项目 而去使用那些 非常熟悉的 经过长时间测试的这些 这些DeFi功能 可能是更好的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很好 就是说这个这个Bounty Program 这种赏金计划 其实 呃我们最近也看到像Selana 就是呃 币价也上涨了嘛 然后越来越多人去看 尤其他们现在有这个 EVM Compatible的一些 solution 像包括这个Warnhole 然后呢 其实越来越多开发者往上 但是他们一到Selana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呃大部分审计公司呃不接受Selana的这个这个审计呃 这个Selana上面的项目它是呃没有审计的哦 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呢 呃他们更认真的去找呃审计公司 然后呢有时候就会找到一两家呢 本身可能不是专门做Crypto审计的 但是呢就是呃是做这种呃呃这种传统审计的 然后呢就决定哎那我来试试看 然后可能因为这样子呢而审计的更细一点哦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呢 因为呃在Selana上面就很多项目呢 开始呃自己呢呃去做这种审计 然后呢自己去呃呃开这些bug bounty出来 然后想尽办法解决呃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哦 我反而觉得呢这样子呢 有时候让一个协议呢呃变得可能 呃也不是说更安全 但是更不会这么容易麻糊掉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在Ethereum上面很多时候呃就会呃 麻麻糊的就就觉得哎之前这个项目也用这个方式 那我只改了一些东西那没关系 这样的因为我不只经营社区啦也在投很多项目 所以我常会听到项目方都会说哎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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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哎他也有用然后呢没他没事那我也用应该没事 结果呃可能就因为这个Ford他的这个人呢多改了几个功能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了 所以呃呃常常常常就是项目方要多花时间呃呃其实在审计上 呃其实Polygon上面啊还有包括Fenton和一些Solana我早期支持的一些project呢 他们其实锁仓量都没办法跟Ethereum上面的项目比呃有些可能就锁三四千万美金 在以太坊可能年钱一百都排不到吧但是他们很多项目啊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行销 反而花很大的时间在确保自己有没有可能被攻击 甚至有很多项目在在测试的时候呢真的发现漏洞了然后赶紧去patch这些问题哦 所以我觉得长远来看呢会有越来越多的项目呢透过时间来证明说哎他是没有问题的 反而呃可能做很多广告或进展的非常快的这些项目呢呃风险会比较大 这个其实在curve上面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了就是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啊 curve的合约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更新哦 然后呢大家都说curve怎么都是老样子哦 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battle tested的contract 然后呢并并没有被攻击过而且呃也也无法被攻击 所以呢他就相对的安全那他越安全就越有价值 因为其实很多项目他现在突然锁商量变很高突然一大堆使用者 他只要一旦被攻击一次就完了就像这次poly的work 一被攻击就损失几亿美金 Iron Finance这个stake share 呃还有像是这个刚刚讲这个combo啊还有这个呃之前还有像alpha homora 对所以呃还有像value defi 对所以这所有的攻击呢一旦被攻击一次就就很惨了 对那像thorchain这一次被攻击 呃大部分人又好像觉得没怎么样然后又放了一些钱进去 但是其实被攻击后就是我觉得就整体的这个trust会下降很多 所以我觉得刚刚讲bug bounty这部分是非常好就是我我一直告诉我很多项目就是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 时间去在审计上面还有一个一个example就是Solan的Solana上面的一个借贷协议 然后我上周有介绍过这项目也很特别就是他们呢本身也是找不太到这个审计方 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开始自己审计然后呢就是做了一套这种自己自行检查 就有点像你是一个你可能受伤了在这个冰天雪地没有人来救你Solana就有点像这样 上面也没什么人用一开始 然后呢呃其实我现在天天在用我还是觉得Solana没什么人在用 但她的币价长很多anyway就在冰天雪地那要怎么自救 哎前面有个急救包那家当然就要开始想象自己要怎么救自己 所以我觉得Solan他就这么做他还写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报告 就是哎我们怎么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欢迎大家来所以然后社区他有些团队和一些就是那个社群呢 就开始自动自发就是哎我我我想要帮忙看你怎么解决怎么解决这个Solan的一些合约的问题啊这些的 所以就感觉这个社区就透过这种方式有了一个共鸣然后连接起来 所以而且尤其社区的共鸣很重要就是其实在被攻击后呢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的社区有一定的共鸣你的资金可能就不会这么快的流失走 对然后所以所以我觉得呃在审计这边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个我想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审计与行销 这其实是我觉得现在呢尤其是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个DeFi暴涨呢 导致很多审计公司呢开始变得非常的没有那么的认真 而且接太多单了 那这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呢大部分的这些合约呢都是FORK 就是哎他可能就已经审计过了Uniswap了然后也然后结果呢哎现在这么多人去分岔Uniswap FORK Uniswap然后100个那100家都要审计那他们就哎这都审计过那每一个都都给同一个报价单每一个都大概一次一次审计一下 然后呢就贴个标签说哎审计过这样那对他们来讲这样也没错嘛 因为是同样的合约同样的东西嘛 但是就有时候呢哎他可能审计的这家就改了什么 然后呢这个审计公司没有看到 所以他们他们有点被惯性这样子 我我认为有点被就是宠 然后呢让很多这些审计公司觉得哎这些钱很好赚 因为其实审计也也挺贵的不便宜就是从以前的这个几几千美金到现在平均都是几万美金起跳 就是一两万美金起跳贵的话呢可能就要8万到10万了 所以其实其实真的是很贵 然后呢那审计给在DeFi里面就是也有这种刚讲这个行销的这个效果 Marketing效果哎我被叉叉叉审计哎我被叉叉叉审计 但其实呢现在投资圈里面呢都有默认几家 然后呢也有默认几家新的 因为呢有几家比较大牌比较知名的他可能审计太多 所谓的太多可能上千个项目 导致说他的quarting不一定那么的好 然后呢而且时常审计过后呢又被攻击 那这就会导致就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通病虾在大部分的这些auditing company里面 尤其前就是这个前几名比较多人使用的这些auditing company 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问题 然后呢大家就好像就是为了行销而审计 而不是为了安全而审计 所以这个就会呼吁一些项目啊 就是其实可以尝试去找自己当地的一些 就是审计公司 或是呢这些比较 比较没有接那么多单的审计公司哦 往往这些审计公司会来来回回跟你确认 哎这个你这个功能想做什么 哎你那个功能想做什么 哎你这个想要做什么 然后呢通常呢这时候呢就可以找到一些漏洞 因为同时我投的或是浮华的一些项目 我都会发现好的一些审计公司 你给他合约后呢 他可能一周会给你好几通电话 然后呢去去想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哎这个功能是怎么样 要怎么设计这个test case 哎这样子有可能被攻击这样 然后希望怎么去改 对所以好的一个审计公司就会这样跟你来回 不是单一出个审计报告 然后发个推文这样子 对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就像是什么 审计公司也要去中心化是吧 大家不要加堆到一些很大的对吧 也要去照顾一些小的是吧 对就而且 其实因为像大家应该会用像是这个RugDuck 这个在比较土口的链上面 大家很喜欢用像Fenton Polygon BSE 大家喜欢看你们在RugDuck上面 它就是有点像CoinMarketCap的一个排行 那有时候我就觉得 这有好有坏 一方面就是审计已经证明只是一个噱头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你被XXX审计过了安全了吗 然后被攻击 被XXX审计过安全 而且很多项目毕竟是匿名 他们就用一种 我被审计过也被攻击不关我的事 这样子这种态度 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太消极的态度 就很危险 所以其实我在直播里也讲过很多时候 就我在选择项目的时候 都喜欢去跟项目方讨论就了解 然后可能通个电话 知道他们对做事业的态度后 然后就会比较能知道 他们怎么解决问题 所以往往我会选一些项目 它可能不是突然很火了 就像我们刚刚讲 NFT一样在开始直播之前的时候 就说很火的NFT 其实就没有碰的必要了 因为它已经突然被炒起来 可能不温不火 但是又在认真做事的这些 就可能可以去了解 然后你毕竟也是最早进去的 所以不温不火的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比较有价值 其实很多DeFi项目 我就是稳稳的在里面挖了五六个月 可能币价没涨反而还跌 但是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gold mine 之后可能就是被 被看到 然后就起来 因为它第一 就是没有被攻击过 然后一直重复的审计 然后一直找新的审计公司 他们愿意把钱花在对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找太火的项目 当然顶级项目就不用说 但是有时候找那种太火的 可是又只有一家审计 然后就一直花在行销 然后可能币价也起伏 这时候就会觉得 代表花那么多 到底这种东西值不值得花时间去了解 值不值得把这个币放进去 所以 我觉得所有听众就是有时候会想要找到这个财富密码或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就是要花时间去了解 然后就像一个森林 你多去几次你就不怕了 但是不怕不代表森林里面没有 对除此之外 就是除了Rockdog之外 我觉得还推荐一些吧 就还在推荐一个吧 就Rect News 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去订阅 常看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 他把所有这个DeFi世界 或者是Crypto世界 所有的这些被黑客攻击的这些事件 全部都整理了出来 做了一些排行 并且呢写了 针对每次的这个攻击事件 他们也会写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和文章 可能是引用安全神迹公司 因为这些这个具体的这个被攻击的这个原理 肯定也是安全神迹公司说的是最最准确的嘛 他们把这些文章和这个排行都整理完 给到这个他的读者 我觉得这个Rect News 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去订阅 非常好用 对 Rect News绝对绝对很好 对 而且他有这个Leaderboard 可以看所有的被攻击的那个 真的 但其实他现在排47名 至少还有一百多的没放进来 然后呢 十万五十万那些底下 他没放上来 所以其实 其实他多对他 但他放不下了 对 太多了 对 对对对 就这么多人出排行表 应该要再出一个这个小攻击排行表 这样子 当然了 就是他只是这个列了被攻击的这个总资金 但是有一些被攻击的之后呢 黑客可能或者白帽出于各种原因 最终还是把这些钱还给这些协议的也是有的 就包括Polygers他们目前还是在和这个黑客协商 这个一步一步怎么把这个资产还给最终的用户和这个白帽 对他们现在已经叫白帽了 对所以这个朋友可能没有cover到这部分信息 但是这个的确有些协议怎么说呢 这这名白帽如果他真的想偷这6亿美元 他真的他的这个套现啊或者是转账啊 这个实在太困难了 就这么大的一个资金体量 这个不花很久很久很久 肯定他也解决不了这么多 所以他选择 或者说他之前也没有没有想要去 这个这个倒这笔 偷这笔钱 其实也是非常应该的吧 对他可能也没想要偷这笔钱 对所以他还是决定要还给这个Poly团队了 对我觉得也八点半了吧 我们要不开开开放 可以啊可以可以 这个的问题 可以呃就是前没有了的人 可以上来说一下我的感受 然后呃参与我们呃 但是也可以讲讲大家的被wreck的经历是吧 也可以 对对然后你们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神秘小礼品 对大家可以举手 对说一下 听到吗 听到听到 呃你好就关于这个黑客的事情啊 我想有办法这么两点这个看法 第一啊就是我觉得从这个就哲学 或者从伦理上讲 就利用合约进行操作 然后套取大量资金 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个道德问题或者法律问题 因为这些合约都是公开在这个区块链上的嘛 应该算是黑客攻击 我觉得这一块我可能这个理解比较这个荒野西部一点 但是我觉得在区块链的事件中既然你这个合约是公开的 那么他能够看通过这个公开信息获取利益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算是一种就是有为道德或者违法的行为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还有就第二个想法就是比方说啊 就这个Polynet这个人他最后没有归还钱 那么如果说要最后要涉及到法律层面了 那么在这个区块链上的共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在哪个国家进行开庭呢 或者说哪个国家执法机关进行这个调查呢 这个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就可能会不会是说将来比方说啊 腾讯他自己发一个什么区块链产品了 到他在那个合约里面就备注一下啊 和我这个合约交互的人啊 最终结的全都归我腾讯所有 如果要开庭啊 请到这个深圳南山区法院来 对吧 会不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谢谢这位朋友分享 我针对你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一下 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的确这个合约 它都是开源的 然后所有人能看到的 但是呢 它每一个合约 它有它所规定的 每个合约都有它所规定的一个业务逻辑 和它想达到的一个业务效果 它能提供哪些服务 当然这些服务肯定会附带着一些限制 就比如说对吧 你不能获得我超过我权限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呢 你在资金池的时候 你需要有某些逻辑来保证这个资金池的安全 但是呢 开发者很可能 他在执行这些业务 非常细的业务逻辑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有一条 他没考虑到 或者是他没写清楚 或者是他写出了一个bug 那针对这种情况 我理解下来啊 就是这个黑客找到了一个业务逻辑中的漏洞 或者是他找到了业务逻辑是OK的 但是呢 他找到业务逻辑和代码层面的中间的一个问题 一个漏洞 所以他才逃离了 我觉得这从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逻辑都是不合理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对 这是 其实我们来看的话 这就有点像是 会不会未来需要出现一个doubt 就是呢 他的做法就有点像白帽一样 就是 因为我们想在区块链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是没有政府在这边监管的话 其实 真正能保护这些defi合约的话 就是要有某种的警察之类的 那在这里面可能就是要抢先在黑客之前攻击 或者抢先在黑客之前发现这些漏洞 是否 现在这么多资金 我们看到出现在NFT OpenSea GameFi 然后defi 是不是应该要开始一个 hacker down 或是这种 white hacker down 就整个defi呢 大家把资金灌注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 只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呢 全面去审 就是 市场上的这些合约 然后社区未来可以给一些评比啊 一些分数啊 然后呢 嗯 嗯 然后 他有个很好的一个 Grant Hand Bounty的机制 跟Gitcoin不一样 就只做 white hat hacker这样 然后社区可以帮忙找patch这些 嗯 搞不好 其实我们现在defi里面就缺一个这样子的自治组织 然后呢 是well funded all around 就是 I don't know 可能几亿美金等值的这种funded 然后呢 呃 也有自己的这个token 然后这个token 呃 也是可以被buy的 然后 嗯 嗯 他们可能每次hack到的一些资金都会回到这个dow fund里面 yeah 那 啊 回归刚刚那个道德的问题哦 就是 嗯 我总感觉 就是 其实defi就是well waste嘛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就跟税务问题有点关联 就是 一方面 就是 啊 crypto的人啊 就 对税都很敏感嘛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政府也 不去认可 就是加密货币 可是他又好像想要你赚钱的话要付这个税 对 那这就有点像是 诶 crypto的人呢 币圈的人呢 都 呃 说诶 我要去中心化去政府 可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就又想要请政府帮忙 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很多的矛盾 但是 呃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今天 我们要去政府 然后又好像不付税啊 这些所有东西都要 都要against的话呢 那可能 就是一个西部 一样对 所以呢 其实事实上啊 大部分时间你找警察或是政府帮忙 你是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个攻击者的 除非这攻击者很弱 这样 然后呢 呃 呃 如果够够这种西部这样子 wild waste的话呢 其实我就觉得那可能crypto市场里面 我们要自己的 白帽的 这种 道组织 然后呢 去保护这些协议 就想像在元宇宙里面 可能元宇宙里面世界的警察 或是 我最近就是有在跟几个大逼在聊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样是元宇宙里面的政府 就会不会有我们这个 呃 或者说这些project在这整个元宇宙里面 包括NFT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个 一席位置在这个 这个很大这个元宇宙的这个board room 然后呢 这个board room就可以决定说 OK 要怎么protect 要怎么保护每一个defi鞋 要怎么保护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些市民 这样 呃 对 所以我在这边我可能觉得 呃 一方面我觉得道德有问题 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开放性 才会让我们的市场这么爆炸性的成长 如果今天呃 因为在币安链上面一个攻击 呃呃 照常朋友或CZ的团队或币安就决定说 哎 我们要把这个币再再救回来的话 那整条链就失去价值了 就像是呃 以太坊里面以前做了最严重的一个决定 但是他们必须得做就是DAL hack 这个是在2014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是以太坊第一次的hack 导致他们硬分叉变成Ethereum classic 跟现在的Ethereum 所以到那次后呢 其实还有很多次的攻击 但是以太坊都决定不再硬分叉 因为他们要建造的去中心化世界 一个自由的世界 是不允许中心化的介入 就算要有一个某种的拯救的团队 一个警察 或者是某种管理的机构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也要以一个去中心化 一个DAL的形式存在 对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对 我觉得Chris是从怎么说呢 是从未来我们可能会变成 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是有可能 但是我不清楚会有多久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我们还是要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但是回到这位朋友 这个第二个问题 我刚刚其实想了一下 就是我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其实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 应该怎么做 但是我猜 这件事可能会怎么变成什么样 就是如果说这名黑客 他没有最终没有这个还钱 对吧 那我觉得可能很多受害者 就会直接找到O3 或者Poly Network的人了 因为他们是这个协议的一个维护者 他们维护的协议出了问题 对吧 当然我不是建议大家这么做 但是我是在猜测 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 没有像黑客没有还钱 那很可能用户就真的直接去找 这两个团队的开发者 因为这两个团队的开发者 是大家能找到的两个实体 对吧 对 当然现在虽然我们说这个去中性化的DeFi 或者是很多协议 它是这个 这个这个可以做到完全去中性化 甚至人可以命名的 但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大多数协议 大多数地方应用 还是都是有具体的团队来运营 这个维护 对吧 这些运营维护的人是谁呢 我们都知道 那那对于一个受害者来说 我不清楚他们会怎么做 但是这至少是两个他们能找到的人 对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同意 喂 喂听得到吗 喂听得到吗 你好 听得到 刚刚Chris讲到那个 有一个白帽 我是有一个 我之前好像有一个印象 是像是什么 Happy Protocol 它就是走 就是想要走 防止hack的一个oracle 然后是 不过这个就是我印象中 好像有一个这个 这个Dell这个东西存在了 都不知道到最后来发生什么样子 那只是想说 像是刚刚就讲一些rack 那其实最近 Solana也是越来越火 那也开始有一些rack 一些开始跑路的那些的项目出现 那想问说 现在有些人在说 那个IDO办这么疯狂 那一些IDO项目方 是不是要出来面对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是不是其实 IDO这方面只是负责 就是发布这个项目 其实审核这部分 也不管他们的事 还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希望 IDO平台他们更认真的去 发布他们的一些项目 包含就是 不管是rack 或是被rack 这类的东西 更加的保护 他们IDO这些的用户呢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谢谢 我想法比较简单 就是对于一个IDO平台来说 他们应该是有一些简单的审核 和一些滴滴的业务的 滴滴的这个怎么说义务的 对 他应该是去做一些调查 就理解这个 首先理解这个业务 他是干什么的 然后他们的团队大概是些谁 然后他们怎么运作 对 同时呢 我觉得就是对于IDO平台 他们也没有这个审计能力 对吧 他们是就只是做IDO的 所以他们应该是要依赖于 审计公司的这个审计报告 来决定 来判断这个东西可不可能 是不是安全 因为他没法做这个专业判断 那只有审计公司的一到两份报告 才能辅助他做出这个判断 所以我理解下来IDO平台 至少可能可以做这么两件事情 对 好 谢谢 对 我其实觉得另外一个我认为今天结尾可以讨论一个议题就是各个项目方啊在准备这个insurance资金或是这个紧急资金应该要怎么去设定 其实现在都还没有一个SOP或是一个standard 其实在很多的Tier1项目内部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DeFi其实出现一个很严重的恶性竞争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都很了解 就是比如说你做同样的事情的话呢你增加一点点的这个交易手续费你的用户可能就走了 你把你的这个performance fee提高一点可能就走了 比较明显的像是这个这些这种机枪池 你可能这个提高一些withdraw fee用户就走了 所以你很难去赚钱就是说呢存钱来做这个保护机制 你也非常难去不去卖币而准备这个防护机制 那所以导致很多项目的会用自己的代币作为这个急救 可是呢或是这种IOU像之前这个Bunny Protocol被攻击的时候 后来他就发这个IOU嘛Cover也是嘛还有Iron也是 所以这些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呢 大家其实社区对一个项目的依赖度有时候不是很高 尤其对这种机枪池因为你就是换来换去嘛白漂这白漂呢 当然Tier 1的还是就是有这些机构在里面 那所以我跟很多项目都会去聊 就是说那你有没有想到就是有很多项目都会讲 八成都会讲他的行销和他的这个road map 但很少会讲到像我们刚刚讲 所以你在审计这方面找到哪几家做什么 甚至有很多项目说我找到这几家特别有名 就会带一波行销这样 所以我就会讲说审计这边其实很重要 另外一部分就是你的这个insurance够不够 所谓insurance有两方面 一方面呢而且这两方面其实都跟赔偿没有太大关联的 因为insurance其实真正是要确保就是说 你这个项目如果被攻击后团队有没有足够的资金 可以确保他还可以继续运行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办法去赔偿吗 因为你不可能TBO1亿然后有1亿insurance 你怎么样都不可能赔还 那你有一千万只能赔十分之一 不如你有足够的insurance去确保你的产品可以运营 然后能重振起来这样 所以这是我一直以来在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项目方会不会准备这类型的资金 然后在项目方也通常压力很大 因为社区会说你怎么卖币 你怎么可以卖币之类的 然后呢你怎么收费这么高 然后呢TBO就走了 所以其实现在这么多的攻击 大家好像没感觉到其实真的很多攻击 很多人损失非常多资金 像知名的一些博主上包括box mining就有出来讲过这个事情 在他Twitter上面 就他这次好像应该是O3这个Poly Network攻击 他也有受伤一些 所以就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然后呢随着尤其在区块链里面这个问题 特别有在DeFi 因为新兴科技讲究的是你要一直进步一直更新 但是感觉在DeFi里面呢 求的不是一直更新 反而是你要有办法更新 可是你要有计划性的 就是要真的一直测试一直测试 这也是为什么要有测试网 那终究呢 我没有办法把所有test cases都想一遍 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样的攻击 都有可能 没有人是Dr. Strange 可以就是看一千万个未来是怎么样 所以就连我觉得很多现在的project都有可能被攻击 包括在以太坊Sivana Tier 1的这个project 所以他们真的要能存活下来 就是他要足够金 像比如说Cream这部分就做得很好 他们收费非常高 而且他们代币给出去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这个treasury 就是他们现在好像 我忘记上去看好像已经700还是六七百二百万美金吧 可能快破一千万美金 包括Curb也是 就是这个现金流非常够 这个团队的钱也非常多 这一方面可以确保你在熊市里面团队绝对可以存活继续做下去 另外一方面就确保就是如果你真的被攻击的话呢 你有足够资金保护 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讲的就是segregation 这个其实那个Egor 就我刚发那个Twitter那个Egor常常就是有被攻击的时候 就会发推文 说谁被攻击 Egor就有讲过一种就是这种 有点像干湿分离的这种合约 意思就是说呢 你的合约跟合约之间 是有一道道防火墙 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形容 就是一艘船呢 可能底下有很多 底下可能有个漏洞 那你就把这扇门给关起来 然后呢这个漏洞呢 这个水呢就不会淹到其他的船舱 所以确保这条船还能浮在那 也有可能之后就又被攻击 然后继续往下沉 但是你有segregation 这个地方其实在像是Sushi Swap的这个Bentle Box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还有包括像是这个Abracadabra的命 就是把合约做分离 包括像是Alchemix和Wassabix都有做类似的事情 就是你攻击的话呢 没有办法就是你一旦攻击另外一个合约 它就就有办法detect 然后可以做某种的这个保护这样子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很难用闪电带攻击 一次性攻击所有合约 因为通常我们经常闪电带 它就是在一个区块一次攻击所有的 确保所有钱可以一次带走 但是一旦被发现就可能被阻止 所以他们会确保在一个区块内完成 尤其一定得在一个区块内完成 因为它那个calculation才会match 才有办法让这个攻击达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合约的设计方式呢 必须一直在进步 然后这其实也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 就是大家因为一直在Fork合约 导致说就是大家对创新降低了这个灵敏度 降低了这些我们忘记这种 可能可能这种 刚才刚才我想讲就这个森林了 就是一直在这个森林里面 突然会觉得好像对这个森林 就是已经很熟悉了 但其实这森林里面还是充满的危险了 对所以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漏洞在那里 没被攻击不代表不会被攻击 像这次Tortian就很明显了 Tortian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团队 然后呢 多么老的一个community 非常多的知名的这些大型投资机构 早期都是靠Tortian这样子起来 结果Tortian被攻击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就是我想说在结尾要告诉他 就是所有的开发者都不是神 所有顶级的项目也不是神 所有你最喜欢的这些投资者呢 他也不是神 就是所有很多事情都是利益导向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鲨鱼在这个水里面 很多这些豹在这个森林里面 他就等待着攻击 只是他还没攻击而已 他可能就想要等够大 够怎么样 那有些人是想要被认可 就像有些白帽海客或黑帽 他想要被认可 然后有一些是从来没有偷过钱 然后但他知道这个能力 就有点渴望 然后一旦他攻击后呢 他可能被威胁 他就害怕 他就会把钱又换回来 所以最终 这就是又回去讲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一个罪犯 然后这是我刚刚想要讲 就政府这边还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魄力 他有可能根本找不到 也有可能钱也追不回来 但是你一旦害怕 你有可能就会把钱退回来 然后就没有 我只是白帽海客 这样子 对 所以 我觉得这还有很多很多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不管是在这个审计啊 不管是这个要不要有一种白帽的这种自治组织来保护整个社区 对 然后 然后基本的一些保护机制当然还是要有啊 就是不要不要把私钥给出去啊这些的 然后用冷钱包 然后用密码生成器啊这些基本的保护机制还是要有 因为我设置学看过有些项目方 他的多签不是用冷钱包 他就是用一个 呃 MetaMath 然后可能是要放在电脑上 所以 我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 呃 Bioengineering Hacking 不是只是光靠合约而已 就会越来越多 就是他专看这些 Founder和投资者的一些 疏失 然后从中获得 我讲投资者是因为很多大型的投资者 他们是多签 就是 哎 你他投了一个项目 然后要求当多签的其中一个 Key Holder 对 所以 大概是这样子 对 我其实那个补充一下 就是刚 我有一个点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对于一些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这个整个DeFi生态 我们怎么去构建更安全的 这个DeFi的应用或协议 其实也是有很多practice 很多做法都在尝试 也是非常早期的阶段 就是包括我们说的那个Bug Bounty啊 或者是白帽的一些激励啊 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那同时呢 其实对协议这一层的话 其实他们也有一些新的选择 他们也在场 有些在尝试 就比如说对于一些协议来说 他们是有一些稳定的现金流的 对吧 他们可能是抽成啊 或者是可以赚取收益的 因为这些协议呢 可以预留一部分作为他们的保险基金 那未来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 他们就可以拿这些保险基金去cover掉这个 他们被盗的资产的这些事情 对吧 这是这是一些项目在尝试的 就做一些保险基金 那另外一项目还可以怎么做呢 就他们可以就真的做链上这些互助保险 或者是这种偏保险类的DeFi业务 这其实也是可以尝试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最早去年比较火的什么Nexus Mutual啊 或最近又出来的一些比如说Insurance啊 他们都是可以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从他们是从他们的这个就保险这个层面 给这个生态来提供一些防护 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他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大家具体应该变成一个什么机制 或者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道的机制来进行一些治理 怎么去去去去贡献资金 然后呢怎么去维护这个安全性 这些也都是这些项目在尝试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到 可能就像还没有到这个这个交易所 还没有到Uniswap那个程度 那现在保险协议可能在一个更早的阶段 他们是可以把链下的一些互助保险的一些业务逻辑 把它搬到链上 把它变得很简单 但是未来纯链上原生的这个保险逻辑会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也都在这些协议 我刚提到这些其实都在尝试 对吧 我觉得也是有挺多这个这个机会 从他们这个角度来为整个Defi生态来提供安全性和保护的 对 像NexusMutia就是很好的example 我觉得其实insurance这块真的没有被太看重 其实去年常一直在讲保险鞋 像这个刚刚讲insurance insure title 还有safe protocol cover protocol 所以其实insurance这块真的 大家在很赚乐钱的时候 就往往忽视掉这一块 那其实传统的金融产业 还有像我们现在的保险业 其实你买一个保险不是说你明天就会被车撞了 这样或者会怎么样 但是你就是要会买个保险这样子 就是你走在路上或你开车 或你做什么事要买强制鞋嘛 所以我总觉得 Defi真的需要出一个standard 一个就有点像我们做Ethereum 上周讲EIP这样子一样 我们需要有个standard 一个standard才能做一些事情 像ERC721就是一个standard ERC20是一个standard ERC777是一个standard 我们需要一个standard在DeFi市场里面 今天你存了多少钱在Crim里面 你就有多少钱被运用在insurance里面 你存了多少钱在Wire 你存了多少钱在Crim 就多少钱会存在insurance这样子 总觉得DeFi需要有一些强制鞋的standard 来确保就是说真的如果被攻击的话 你不会一切都损失掉 但如果没被攻击的话那没事 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市场 就是有些人可以做多做空 他可能就觉得这个protocol很有可能被攻击 或者这个protocol不可能被攻击 这样这个买这个保险就是稳赚的这样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insurance市场还是很大 对我就补充这点不耗他加了太多时间 对然后这个有有朋友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我不是telegram群里面 我简单回答一下吧 这个什么 如何能防止黑客盗取信息和资产 我觉得这个东西和防止黑客盗取资产 没啥直接关系吧 我不清楚有什么联系啊 这个问题也没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如何通过广泛的web和系统 扫描攻击手段配合高频暴力破解手段 进行侦查和踩点攻击 web三种一倍攻击吗 我感觉这位朋友是故意搞了非常多的名次来讲这个事情 我们不是专业来聊安全的 我们没有安全机构的这个东西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直观的感受就是web三容易被攻击 那如果你把以太坊看作是web三 你觉得以太坊这套系统容易被攻击吗 我觉得还挺难 虽然以太坊在早期他经常容易被攻击 就对于这套系统而已 他被DDoS过 在以太坊在上海开DevCon的时候 整条链都挂了只剩没多少节点了 对吧 当时就只有这个一些部分节点运行了一些 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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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多他有很多客户端可以选吗 其中一些客户端他留下来了 能抵抗住这个DDoS攻击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 以太坊早期他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以太坊你说他容易 这个系统容易被攻击吗 我不清楚 但是我现在至少没看到有人把他做过 因为以太坊的节点和他的矿工数量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分散的 那那那就如果说从这个点来说 我觉得web三如以用以太坊的案例来说的 他可能没那么容易被攻击 因为他的节点足够多对 不像这个web二可能是一些一些一些中心化节点或者一些服务器对吧 他还是数量还是相对有限的 那那攻击起来可能可能比较容易一些了 对我们9点了 这个max album我们说个场 感谢大家聆听本次Chain Breaker第五期 然后的话呢 后面后续我们会在练文 然后喜马拉雅 还有Chris的YouTube的频道 更新我们本期的回顾 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提出两个小问题 然后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推特里面去回答 然后获得我们的神秘礼品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然后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 感谢拜拜 拜拜